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我是萧元君,一起来关心今天12月18号星期一的重要新闻 美国铁路公司MTRAC一列501火车今早7点半在华盛顿州的Takoma发生火车脱轨事件 造成至少一节以上的车厢掉落在洲际公路上,有多人伤亡,发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警方指出,有数量行止在洲际公路上的汽车被脱轨列车车压压伤 但汽车上没有人身亡,警局发言人Ed Chouwer指出 死亡状况都发生在列车车厢内,现场相当可怕,可能多达几十人受伤 根据媒体推特公告,下图以南的列车全数暂停服务,往东往北正常营运 民众接受访问时表示完全吓到,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这应该是电影才会看到的画面 据报道,这列脱轨列车是掉落在5号洲际公路的Pierce郡的Monts路附近 事故地点位于西雅图南边,脱轨造成洲际公路南向的车道全面封闭 据中央社华盛顿17号报道,美国与朝鲜半岛的战争一触即发 一旦正式开战,美国将面临巨大的损失 据Newsweek报道,美国智库焦点外交政策主席费佛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如果战争真的发生,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惨重 重建费恐怕会达到3兆美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达到1兆美元 它是以美国国会研究处在美国2003年至2008年对伊拉克的战争中的花费为比较 当时的花费是8150亿美元,而北韩部队人数是2003年伊拉克海山政权的三倍 军队配备也比那时先进 加上北韩战争情况,与当时的伊拉克很像 不管掌权者怎样残暴,当地人民都不欢迎美国入侵 这将使得战后维护社会稳定的花费和时间随之增加 重建费用还不包括此战争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接近北韩的南韩是全世界第12大经济体 2016年全国GDP达到1.4兆美元 然而战争有可能会让南韩的世界生产总值减少1% 美国连带损失数以百亿美元 莫斯科·克林姆林公称 俄罗斯总统普廷今天向美国总统川普致点 感谢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成功阻止了一起恐怖攻击 这是两位领袖在一周内第二次互相表示好感 俄国联邦安全局FSB在15日宣布 靠着美国中情局提供的情报 以逮捕IS基层组织的7名成员 这些成员正计划16日在圣彼得堡多处闹区以及喀山主教座堂发动自杀攻击 FSB还查获他们持有数量相当大的爆裂物 武器和偏激文宣 法新社报道指出 多家俄国新闻通讯社引述克里姆林公声明 普廷针对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让俄国联邦安全局得以解散一个原本正计划攻击俄国第二大城圣彼得堡中的恐怖小组 向川普表示谢意 普廷表示 为了感谢CIA局长庞培欧和美国情报人员 如果FSB取得威胁美国和美国公民的恐攻资讯 一定会立即致电告知美国 CIA拒绝对此评论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正时者通电话 华盛顿邮报指出 国家之间不时在分享情报 但总统间很少会因此公开表达谢意 白宫表示 两位领袖都同意 这是两国共同合作的正面示范 还说川普后来打电话恭喜并称赞庞培欧 他的下属和整个情报单位都做得很好 通俄门目前正在调查中 川普否认他与俄罗斯勾结 一再强调与俄罗斯进行有建设性合作的重要性 就算贵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资深法官 爆发性丑闻言难以全身而退 曾任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逐审法官多年的 知名法官寇欣斯基 18日一早透过律师对媒体发表辞职声明 不到两周前 数名寇欣斯基的前任助理 对华盛顿邮报爆料 指称曾遭到他的性骚扰言辞以及不当肢体碰触 67岁的寇欣斯基在书面声明中指出 辞职即刻生效 声明中写道 我向来有着尺度较宽的幽默感 不管对男性法院助理或女性法院助理讲话 同样都常常口无遮拦 我的这些言行可能疏忽了女性在职场会遭遇到的某些特殊情况与压力 我很难过地体悟到 我竟然曾经让我的助理们有过不悦的感受 我的本意真的不是这样的 他还写道 对此我郑重道歉 六名曾在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担任书记或实习的女性 日前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 纷纷指控曾遭寇欣斯基言语性骚扰以及不当肢体碰触 曾于2006年至2007年之间 担任寇欣斯基助理的海蒂邦德表示 寇欣斯基对他出示的色情图档 与任何公务案件毫无关联 另一名前任女助理也表示 曾经被寇欣斯基叫去办公室里看色情图片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是美国规模最大的联邦上诉法院 位于旧金山 管辖权包括加州夏威夷等9个州的上诉案件 南韩男子团体Shiny成员中璇今天传出自杀身亡 年仅27岁 中璇上周才刚开完个人演唱会 Shining15号刚宣布将在2018年2月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 韩团Shiny成员中璇 18日被发现倒卧在青潭洞家中 一旁摆着烧过的炭 疑似烧炭自杀 警方接报到现场时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随后证实已死亡 年仅27岁 Shiny15日宣布 将在2018年2月举办Shiny World The Best 2018 From Now On巨蛋演唱会 因陷入酒后性骚扰风波 而暂停活动的队长温流也会出席 这本来会是时隔6个月后 5人再度在舞台上合作演出 如今已无可能 中璇2008年以男子团体Shiny出道 也发表过多张个人作品 并包括许多知名歌手创作 包括IU的Gloomy Clock 中璇4月推出第二张小品集 个人包办整张专辑词曲创作 他也主持超过三年的电台深夜节目 蓝色之夜 我是中璇 温柔的嗓音陪伴歌迷 度过每个睡前的夜晚 据韩媒报道 中璇的亲姐姐于台湾时间 18日下午3点40分左右 收到她要自杀的暗示讯息 内容写着放我走吧 和我说声辛苦了吧 最后的问候了 姐姐随即报警 警方和119救护团队 于5点10分左右到现场 当时中璇已没有心跳 经医院实施心肺复苏数 但已回天无力 胡人队今晚主场迎战 勇士的中场休息期间 胡人队将举行 对使传奇巨星Kobe Bryant的 8号球衣和24号球衣 退役仪式 胡人今晚出战勇士的中场休息时间 Kobe Bryant的24与8号球衣 将在时代波中心球场冉冉升起 光荣晋升退休备号 届时勇士将留在场边见证 总教练柯尔表示 看伟大球星的备号退休 这比看上半场影片有趣多了 勇士17日休兵 在家里展开练球 柯尔在受访时谈到18日与胡人一战 将见证Briant的两个备号退休 他表示 这是一次可以看到伟大球星 备号退休的机会 我们理当会在那里 Briant的备号退休仪式 选在中场休息时间举办 本该是球员检讨上半场缺失 为下半场备战的时刻 但柯尔说 我不会把球员留在休息室内 看上半场的影片 球员会觉得我疯了 胡人队的退休备号将会增加为11个 Briant也是队伍里 唯一占有两个备号的人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